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李外运进攻系列 这个李外运进攻系列呢,我是看科比 他有的时候呢,过了挡拆以后 跟这个大哥换房了 他下坡的时候会突然间做一个李外运 然后是过来,一二上了二 李外运怎么做 像试探不一样,试探 你可以做得很快 因为过程其实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 一过来 上蚊 上蚊呢我们 今天为大家提供几种 两种反蚊 因为有的时候 你正常上蚊跳的还没那么高的话 会被人嘎咪 但是如果你练正常上蚊的话 尽可能是往高的跳 反蚊一 蹦 突过来 一二 右手在左侧 反蚊二 左手在左侧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需要 多运一下 这个都是非常基础的 基本功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反蚊 就是拉杆 蹦 蹦 一二 这是上蚊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 你会碰上一些换房里头 还能跟得上你的人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 我们今天做两次运球提琴跳投 我们平时为大家的这个篮球技术动作讲解都是一次提琴跳投 但是这次我们做两次提琴跳投 两次提琴跳 两次运球提琴跳投 在底线再带一点小后仰 到这儿 大哥跟上了 再运一下 精英篮球技术动作 正常的提琴跳投 我们要求是脚步往前走 像我们上次讲的 吃力 让防偶人是真的是努力去跟上你 然后怕你突然间拔起来了 但是呢两次提琴跳投 尤其是还是往底线偏 你的感觉跟刚才是不太一样的 李外运往前走 他觉得他把你卡住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往另底线一偏 脚步 是后仰的脚步往这儿扁 如果是正常提琴跳的话 你的这个右脚跟上还是在前面的 但是 你是现在是后仰提琴跳投 你是往这儿 脚放这儿 然后头的时候有一点小鸡腿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后仰提琴跳投 的后招 李外运 他跟上我了 他觉得他跟上我了 我一个后仰 把他给黄下来了 头上甲动作 然后往前跟一下 这个上下步 上下步呢 他有时候为什么好运好用呢 因为有时候 你挡拆完之后 你这儿换房 这是一个人 然后换房这个人后面 他还跟着一个人 这个时候你一上来 一个人飞了 还有一个人站在你这儿 所以正好有一个空间 从中间走 然后呢 李外运 我们刚才讲是李外运直向突破 那么李外运 因为他直向突破完了以后 你还有李外运变向突破 你还有李外运变向突破 首先变向突破的第一下 蹦蹦 这个大家都应该会的 基因上头 然后呢 我们上个视频讲过嘛 这个精英篮球高级球人 它不只是有第一下 它还有第二下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讲的 横一下竖一下 蹦蹦 假装头篮 哎 上篮了 同样的动作 左边也要会做 但是因为视频的时间问题 我们 把这个 反攻城 镜像化的这个 工作交给观众 感谢各位 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篮球技术动作 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强大的篮球训练计划和规划 让你这些东西变成实实在在属于你的 那么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